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学徒乍的基本点和套事理容 不见人过 但见己过 就是说不要只看人家不好 就看自己不好就好了 因为你老看人家不好的人 活得难受 看这个也不顺眼 看那个也不顺眼 看到最后啊 看自己都不顺眼了 所以有的老妈妈在家里就是了 看着女人 哗哗哗骂 看老头子 死老头子 哗哗哗骂 骂到最后看到自己 我这老头子也不是东西 我怎么跟这么多不是东西在一起啊 有一天一个老妈妈跟我讲 我家里人都不是东西 我说当然了 他们都不是东西 你是东西 那我也不是东西 那当然了 你是人嘛 要懂得解脱就是放开自己 一个人要经常看着人家的毛病 他就活得难受 对不对啊 你经常看着自己有毛病 他觉得 哎呀 我这个人怎么又不当心了 哎呀 怪自己 你一生不悔啊 经常讲自己不好的人 一生没有报悔 为什么 你恨人家 讲人家不好 你总觉得人家在对你不好 你到后来会很后悔 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碰到这些人了 这么难过啊 周围都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了 实际上呢 你的眼睛里不三不四 你看出去人家都不三不四 你的眼睛里对人家不好 你看出去人家都不好 你的心中有佛 你看出去人家都是佛 还想今天你心中有佛 我看你们都是菩萨 我看见你们开心了 我所以我马就拜你们了 对不对啊 看见你们都很开心 哎呀 这么好 哎呦 我都学佛 都念经 多善良啊 我当然开心了 我心中开心了 对不对啊 如果我看 这个人怎么这样 没看见我 你看那样子 这个人有佛 好了 你说我难过不难过 我特别难过 而且经常难过的人 时间长了 他一定生病了 病从口入 那是过去 现在病从心入 心不正了 心难过了 就生病了 他在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肠胃不好 是恨处的 很多人生气的人 心脏不好 是不是 忧郁的人 肝肠寸断 这些过去都有的道路 为什么我不学 所以学佛人 就是要改变自己 今天台长来 我跟你们讲了 一大堂佛里 你们很多人听过 为什么心灵法 能够在短短的几年 有五百万幸福 很简单 因为他是真正能够帮助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众生的人 因为很多人不要死了 很多人不想活了 来找台长 我可以让他不上吊 我可以让他不去自杀 那才是真的帮助到人家 对不对啊 他的工作不好了 我能帮助他好 他想不开了 我能帮助他好 他身上生癌症了 我能帮助他 医生都说 治不了的人 我能够帮助他 那这就是能够帮助到人家真正解决问题 所以我跟你们大概结一个缘 希望我们只管耕耘 不为收获 学佛的人只管耕耘 不要管收获 今天很多人牢病是什么 做了一点好事 老要记着人家还他在 你们想一想就有了 很多人帮人家介绍朋友 介绍完之后 这个朋友就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难过 他觉得 我帮你介绍朋友 你结婚为什么不对我好啊 你结婚为什么不把我 都放在主席边上啊 然后你为什么 我对你们这么好 你们介绍 没有我能认识你们嘛 好了 对人家要求越来越高 最后人家把他抛齐了 然后他气了半死 朋友都没做 爸爸妈妈对孩子也是想 我把你生出来 把你养大 你为什么现在这样 对我不这样 觉得有一种 好像要讨债的意思 所以这样时间长了 孩子跟爸爸妈妈 就产生隔阂 实际上要懂得啊 不要吃老板的理性萌啊 真的有智慧的人 生出来你们知道 孩子就是来讨债的 无债不来啊 不是还债就是来吊债的 所以不要去恨难过 我们悉尼有一个老夫妻 过去爸爸在国内做局长 退了休之后 跟老太太两个人过来 跟脾气还是这么大 还是把儿子当成像过去一样 从小的这种样子 现在儿子不一样了 儿子有人给他撑腰了 找了一个媳妇 像娘一样的靠着 小娘厉害啊 小娘控制他 最后老先生就天天骂天天骂 最后在小娘的命令下 儿子把老爸和老妈赶出去 睡在火车站被记者拍照片 想一想啊 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过去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人要懂得放开 过去就是过去 学博的人啊 过去就过去 没了就没了 为什么把过去要放在心上呢 为什么要把不好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刚才我跟两个我们那个 新西兰的那个 两个那个 有点 两个那个政界的朋友在聊 他们也学佛 我说 你们知道 恨人家就是心中有块不舒服 再恨人家 嫉妒人家难过 心中越来越不舒服 就像电脑一样 不断的有病毒啊 这个电脑最后要死机的 千万把它去掉 也抵了一点毛病嘛 一个人不能老记人家愁啊 很多忧郁症怎么出来了 就是因为被人家欺负了之后 他一直讲 我认识一个老干部 在国内 那个时候 那个十年浩劫的时候 被人家打人弄了 他想不通啊 他天天嘴巴里去讲啊 最后 神经病 到了医院里 跟了医生说 人家问他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权 权力 权力 所以一个人想不通 就是在作见自己 一个人想不通 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想得开 要想得明白 所以菩萨刚刚讲的 一个是不见人过 但见几倍 还有一个只管跟人不记忆收获 就是你要做好事 就只管做 总归有回报的 不要去等着人家 等着人家 你等不到很难过 你不等人家回报你 你会觉得意外的收获 所以做人不要去老等着人家 所以现在的人 已经小气到什么程度了 去吃人家喜酒 要算一算 我们家四个孩子 他们家两个 我就去吃喜酒 因为我送一个红包 以后我有四个孩子 接四次婚 你就得送四个红包 人现在都是这么爽 对不对啊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笑话 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小笑话 说隔壁邻居 经常去问人家接触 问人家接触 接的触又不还 这个小孩子 妈妈都很难过 经常吃我们家 拿我们家的厨去 就跑到去 跟孩子说 孩子你也去问我们家 对不对 就跑到大家 怎么办 那个 那个 波波啊 你好 这个 我妈妈说了 你经常 问我们家接触 我们家触到很多 我们家就是没螃蟹 你借几个螃蟹给我们 好了 想想 想想都是生活语言 生活中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 人活在就是现实当中 要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解决这些事情 你就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开悟了 所以菩萨的话 要分析给你们听 解决现实问题 我如果说今天来开个法会 没人来听 我今天跟你们讲讲 心经 讲讲 金刚经 你们听不懂吗 我讲人间的佛法 解决现实问题 把佛法融合在里面 你们就要听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 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 这句稍微复杂一点 菩萨刚刚讲三点 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老无心 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 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菩萨说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金刚经常讲 实际上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用 不要有心 就是我做了点好事了 我等你回报了 我做这件事情了 我算计了半天了 实际上 你想开了就是无心了 我也不会讲人家不好 我不把人家讲我句话 当作我对他好的 对他不好 人的毛病 现在人越来越难相处 就是明明这件话 人家讲的是一句好话 他会把人家心 往外面上去 你大妈 你最近年轻很多了 什么意思 要问我借钱 女儿说 妈妈 你今天好像很开心 又想动我什么脑筋 心里又在想 所以先把人家 逛坏的地方想 要以众生心为己心 就是说 人家想什么 你就想什么 人家缺少什么 你就去帮助什么 那这个人才是以菩萨心 很多人现在没有菩萨心 因为为什么 他没有把众生的心 放在自己的心上 所以又要无心 又要把众生的心 放在心上 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 学菩萨的基本点 这是三个 今天跟你们讲 学菩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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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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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